士兵扒开山羊的皮毛 在羊背上发现了一条缝合线 用小刀挑开后 一堆带血的钻石出现在眼前 这是非洲钻石商人惯用的走私伎俩 小李这次却马是前提 钻石被士兵通通没收 损失惨重 他不得不重返矿区 寻找更多的钻石 而这一次 他的目标便是 所罗门斯藏在矿区的粉钻 三个人喂了一颗 价值上亿的钻石 在原始森林中 走了一天一夜 实在是太饿了 他们盯上了一只沸沸 在这里想要活下去 只能不择手段 饱餐过后 他们继续上路 却误打误撞走进了一个部落 一群手持长矛的黑人 对着他们虎视眈眈 经验丰富的小李知道 他们并不是判决 只是保卫家园的善良土著 跟随他们三人来到丛林深处 这里居然有一所学校 校长热情欢迎他们 交流后得知 这里专门收留那些因为战争 遭遇不幸的孩子 夜里 女记者与小李聊天 两人互诉心肠 产生了情愫